买金台 好多朋友 大家好 午安 欢迎收看股市复兴 今天大盘开高 拉高 又开始往下杀 昨天是跟你讲的 小心 小心 这是所谓的片线 利用每股大涨做拉高 之后再开始往下杀 这种非常可恶的手法 可是没办法 这就是市场 你一定要去接受它 那你没办法接受 事前没办法看懂 就是要先把自己的功夫给学好 你功夫学好了 知道了 你自然就可以知道 就像符文老师的这个 同财的里面 所有的功夫在里面 你只要学会了 都可以看得懂的 不用说等它走出来 事前还没有走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要学学这种功夫 事实上真正你所需要的 好 我们看今天的走势如何 今天开小高 之后往上拉 最高来到9284 上涨46点 之后走高之后 开始往下杀 目前下跌2点 成交量755亿 往下杀是带量的 之后现在也不杀了 开始来做横盘 做区间震荡 它不会直接往下灌 为什么不直接往下灌 因为直接往下灌 会把你给吓到 不想把你给吓到 所以我杀了拼盘之后 开始往上拉 还不急 因为真正的杀盘还没有开始 不是现在 那是下礼拜的事 所以今天是出现一个 很长的一个上影线 必须是黑棒 那这种走势 就是所谓的警告讯号 好 我们看一下K线图 开高 拉高 碰到压力不敢过 你让优质开始 没有增加做缩小 那这样子告诉我们 碰到压力不敢过 那昨天这么强势 那就所谓的假象 美股大涨 今天美股大涨 那你为什么不拉 涨更多 为什么不拉 人家的目的 不是真正要涨 人家的目的 是拉高干什么 出货 好 为什么拉高出货 昨天大涨 小心拉高出货 告诉我们 上涨碰到压力的时候 他不直接过 他也不想过 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过 趁势追击 把他拉上去 那是不是更好 那力量是不是又出来了 可是他为什么不过 不能过 因为目的的好不容易 套在上面的人 我如果现在把他拉过去 那些卖压是不是出笼了 那我是不是把他接起来 我都好不容易才套给你 我怎么帮你做解套呢 所以他不过 当然不过 因为他的目的 不是在真正要让他走高 他的目的是拉高要出货 所以你看到都在轮动 这个轮 那个轮 强势骨就一直轮一直轮 因为一旦 强势骨有出现所谓的延续性 上涨有延续性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解套了 对不对 他会不会不这样走 当然不这样子走 因为有延续性 你就可以解套了 就是不让你做解套 所以你看到了 这种走势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 很像很强 直接拉上去 长红棒 量也有出来 长红棒 昨天三大法兰 是不是又大买超了 这是真的重点 他就是诱他们进场 大买超 然后把货给倒给他们 散户接不了 太大的量 散户根本接不了 只有法兰才可以接得了 那只有诱他们 你用民股大涨拉高之后 所以昨天看到 一开高之后就在哪 高档在横盘震荡 那就不下来 对不对 就是诱他们进场 逼他们进场 那昨天成功了 成功了 昨天三大法兰买超 100亿以上 那既然是成功了 那今天走势就不会太好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走势 就不会太好了 出现一个很长的上引线 是黑棒 就是不需要再做了 前面这一根已经 我们讲的又多 已经又成功了 那今天就不需要再做了 这就是古事 那如果说你学到了功夫 你事实上就可以看得懂 好 我们再看这个 从这个低点8501上来 我一路在讲这什么形态 这所谓的开放三角形 那开放三角形 它只有头部形态 它没有底部形态 它也没有整理形态 好 这在福隆老师的书里面 讲得很清楚 这讲义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看一下 好 扩张排列 这所谓的开放三角形 有这么多特性 这么多特性 好 第一项 多头的末端 开中免疫就先告诉你 这叫多头的末端 不管它是在原始趋势形态 还是在刺激形态 它就是多头的末端 告诉我们走完 方向只有一个 就那么一个 就是往下 所以你不要去奢望 它会长在哪边 所以你看到了 长势都没有延续性 这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它在拉高怎么 出货 那你事件如果学到这种功夫的时候 你是不会受骗的 任何的消息都不会受 不会影响到你 你要真正在学这种功夫 不需要去听消息 你只要看什么 看K线图就可以了 好 你只要看这个就可以了 所有的秘密 所有的东西通通在这边 隐藏在这边 重点是 你看来懂还是看不懂 重点在这边 你看来懂还是看不懂 只有这个才不会骗人的 因为有买有卖有成交 那个成交量是骗不了人的 当然你会说 老师他如果是坐驾 左手买右手卖 人家坐驾 就算他坐驾 你也相信他 只要他敢把量给做出来 我们就相信他 我一直在讲 只要他敢做出来 我们就相信他 就像这一波 大家看 就像这一波走上来没有量 他为什么不敢把量给做出来 你敢做出来 我就相信你 所以他一路往上走 量是不是缩下来的 第一档有量 底部有量 涨上来反而没有量 哪有这种多头的市场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有哪个市场是这样子的 股票市场是钱 堆积出来的 那一定要有资金进场 它才会涨嘛 那既然没有资金进场 它会涨 那就是作假嘛 那既然人家作假 你知道了 你是不是就不要随便 就要去做多单 那现在涨上来 你要想办法去布空单 你要舍得布 你要敢布 往下的空间 粉大粉大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空我章排列 它的特性同样来这边 它是空头的意涵 位置不明 然后成交量 成交怎么变化 幅度 到时候幅度是怎么走的 五个反转点 一二三四五 五个反转点 到时候怎么去衡量 如果就回撤 如何去判断 演变情形 最后这个才最重要的 现在走出来 就是演变情形 如何去分辨 当它还没走出来 我们就知道 它要走下一步 怎么走 主的大物 怎么去坐驾 怎么去布它的局 只要它屁股一摇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要拉死拉尿了 这才是你要学的功夫 九阳针间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这才是你真的要学的 是在这边 而不是每天你看我这边解盘 看起来是不是很轻松很愉快 有个头车笔友在讲 打电话跟我讲 老师 课程那么多 那么难 我怎么学的会啊 错了错了 好 弗洛老师打个比方 有个年轻人 到工厂一面做车工 第一天 师傅告诉他 你一天给我做三万个螺丝 那那个车工一听了吓一跳 三万个我怎么做啊 接下来 他准备要离职不做了 那个师傅就告诉他 你可不可以一秒钟做一个 他说可以 这我怎么办得到 既然你一秒钟可以做一个 那你就拿着手表 一秒钟做一个 结果一天下来 他做三万六千多个 所以 并不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你要勇敢地去踏出那第一步 一头大象怎么吃 一口一口地吃嘛 同样的一半公里怎么走 一步一步地走嘛 重点是 你愿不愿意去踏出 踩出那第一步 只要你有这个勇气 踩出那第一步 一定可以办得到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 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 它是有心人的世界 就看你有没有心 只要你有心 你的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以后你的成果 你的成功就有多大 所以就看你有没有这种决心 好 这所谓的扩张排列 扩张排列应用非常的多 因为它是最原始的头部形态 什么意思 什么叫最原始的头部形态 因为你说看到其他的头部形态 包括头肩顶 包括三尊头 包括其他的所有的头部形态 通通是由它演变出来的 所以它是最难分析的 也是最原始 你必须先要知道的 当你知道的时候 其他 你当然出现要变形 你就不会受骗了 你要学这种的 不会被受骗 可以知道 人家下一步要怎么走 就是九阳真经的妙用 在这边学到就你的 靠山山岛 靠人老之友来 靠自己最好 我自己在讲 我们在讲 你如果保障资本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建立不威时 最重要的考虑应该是保障资本 听起来是蛮简单 但是事实上做起来 是很困难的 你如果没有这种功夫 你想要做到这个 是很困难的 我要坦白告诉你 因为你一旦下跌往上走 出现反弹的时候 哪边你该出 这才真是困难点 买谁都会买 买是徒弟 会卖才叫师父 跌下来往上走 哪边有压力 他过不去 你应该卖 那就要真是师父 所以你不要看到 这很简单 保障资本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以当口号喊 那你要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就需要功夫了 学功夫才是 你目前最重要 最需要的功夫 有功夫你要练功夫 没功夫你要学功夫 服务老师的操盘秘籍 操盘秘籍哪边 这是讲义 这是我的讲义 学到就你的 靠山山倒 靠人能倒 只有靠自己最好 当你哪天你学到了 有我这种功力的时候 你试想一下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晚上睡觉 做梦都会笑 你就不用担心 在盘市里怎么走 你一看 一目了然 非常清楚 这个盘要怎么走 你自然操作的时候 你就不会担心 你就不会害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下期节目更衣服 不要离开 中文字幕更衡 零爹飛越吉祥年 亞洲頭部祝您三養太太 揚眉吐氣 亞洲送溫情 財富成語二 會期成語二 會備成語0.2 讓您洋洋得意喜洋洋 亞洲頭部值得您託付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02 2578 哎呦 野脈香味稳得到 哎呦 大力野脈看得到 哎呦 健康野脈吃得到 哎呦 不恨整理大野脈 哎呦 詹石鮮味好不服 哎呦 清靜床味好健康 哎呦 太快降低胆固醇 哎呦 野脈祝您快快上 哎呦 豬野脈祝怎麼這麼好吃 哇 一天飛月子祥年 亞洲頭部祝您三養太太 揚眉吐氣 亞洲送溫情 財富成語二 會期成語二 會備成語0.2 讓您洋洋得意喜洋洋 亞洲頭部值得您託付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戴起海蟲 小免燈隔熱並沒聞 新鱷魚一體電紋箱 試用各種電紋箱器 新鱷魚一體電紋箱 鱷魚保護您 迎接飛月吉祥年 亞洲頭部祝您三養太太 揚眉苦氣 亞洲送溫情 財富成語二 會期成語二 會備成語0.2 讓您洋洋得意喜洋洋 亞洲頭部值得您託付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吃火鍋 怕油 怕上火 愛之味分解茶 降膽固醇 降火氣 火鍋的好朋友 愛之味分解茶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財經台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走勢 目前下跌11點 成交量785億 預估量1000億 開高之後擊殺 然後在橫盤做震盪 好小心 小心尾盤 有助會做拉回 有助拉回 那你就會更小心喔 那你風高 可以啊 經理啊 所謂的空單 那我們講的 走勢既然是這樣子 那個股的走勢呢 我們看一下 檢視一下 好我們看這些量比較大的 群創啊 有達啊 台積電這些量比較大的 我們檢視一下 好是不是啊 你是這樣開高走低 量也縮下來了 也是一樣 開高走低有達 是昨天最強勢的股票 台積電主帥 昨天開低走高 收穫最高 結果現在直接開低往下殺 來測試這個低點 台積電是台灣的代表 是電子股的代表 他是主帥 既然主帥先氣界投降 那這個盤是不是告訴我們 是不是要小心了 所以呢 風高你一定要做減碼 尤其你手中的持股 你比較多的 彈上來的時候 碰到壓力 先站在賣方 那你如果說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賣 沒關係 跟我聯絡 我告訴你 我帶著你來 風高的時候 碰到壓力 過不去的股票 我們就先把它做出脫 不需要賤賣 不需要從頭把它殺光光 不需要不就這樣子賣 好 坦上來 漲不上去的時候 要賣再來賣 好 那我們看 大陸股市 我這幾天不是跟你做警告 有危險的 好我們看一下 大陸股市 好我們看一下 上海綜合指數 一路走上來 一路走上來 我前一陣子不是告訴你 走啊 這是上升氣型 重點是 它這個帶量做突破 可是量沒有很大 突破之後 反而不走了 做壓回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片線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這所謂的片線 沒有片線的話 反而好 那拉回來是所謂的整理 那如果是有片線 那拉回來 就不叫整理囉 所以你是不是該小心 那你有做ETF的人 建議你 良性的建議你 風高先站在賣方 等他真正要走回 拉回來的時候 有低檔 要買再來買 你說會不會拉回來 你會這樣的疑慮 你放心 一定會 並且幅度會很大 好為什麼這樣子講 往上走的時候 往下沙都是帶量的 你有沒有看到黑棒 黑棒都是帶量的 這個帶量沙 第一根帶量沙 沒關係 第二根帶量沙 也沒有關係 走上來也帶量沙 可是接下來 再帶量沙 就不一樣囉 前面的帶量沙 我想要所謂試盤 我試一下 這買盤的力道有多大 我試一下 賣壓有多大 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賣人家就跟著我賣 這所謂的試盤 既然試了 盤還往上走 代表是 讓它所謂的 失去戒心 就是所謂的瞞天過海 失去戒心 然後又做突破 好再看一下 又讓它做突破 長紅棒讓它做突破 之後呢 突破之後就不走了 開始往下走 那這根黑棒 跌破了 跌破這個波道線的上緣 這個有什麼奧秘 好我們看一下 我來講義 九陽真經的氣形排列 就是這個走出來的 那氣形排列的重點 有在這邊這麼多 那重點是 它片線後的走勢會如何 就是現在你們都看到了 大陸股市 那片線完之後 走勢會如何 會怎麼走 是不是大家想要知道 那只要要知道 就把功夫給學好 學到自然就可以知道 在節目中我不方便講 因為每一種排列 不如說 像剛才所談的開放三角形 那要講的話 我上課的話 是要一個小時以上 其實說 一個排列要一個小時以上 才講得完不能講不完 這上升氣息也一樣 要把它講得清楚 所有的明白 也是要超過一個小時 甚至要兩個小時 因為它會出現 很多的衍生的問題 那衍生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 變形 這種變形 才是你真正要知道 要學的 你看到形態走出來 很標準的時候 往往都很容易騙人 那他騙人之後 所以所謂的變形 你如何去做分辨 這才是真正要學的 好我們再看 沒有量之下 走出來做突破 那叫所謂的假突破 那 往下殺 帶量殺 有沒有量 沒有量 這個時候 你的疑慮力又出來了 你的疑慮力是什麼 老師 下殺沒有量 殺不到哪邊去 錯了錯了 下殺不需要有量 上漲要有量 這是鐵的事實 上漲一定要有量 沒有量 這是騙人的 但是下殺不需要有量 光靠他自個的體重 就可以把他殺下去了 記住 記住 這個是你要知道的 跟一般人說 聽到的是不一樣的 好 既然彈上來 應該會量說 來回測一下這個 所謂的波動性的上緣 那叫做什麼 那叫逃命 那叫逃命 所以 是不是有危險的 那既然是有危險的 該出脫的時候 你還是要出脫 我們講的 既然形態已經走出來的 形態告訴我們是什麼 是一個趨勢 什麼時候走 往上走 什麼時候 往下走 它是一個趨勢 那就是所謂的形態 它是所謂的趨勢理論 那我們還侵則到了什麼 侵則到了波浪理論 那波浪理論千條 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位置 你現在到底是在哪個 什麼位置 比如說 一棟大樓20層 你現在在哪個位置 你要做多還是做空呢 你是在哪個位置 你要先知道啊 假設你已經在19層樓了 你認為你還要做多嗎 你有必要再做多嗎 應該沒有必要吧 假設你已經在地下一樓了 有必要再做空嗎 不需要吧 所以 當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邊 又知道趨勢理論 什麼時候要長 什麼時候要跌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好操作了 這種很好操作 就是我們真正要學的 也就是佛洪老師 要告訴你的 九陽真經 這種九陽真經 要告訴你的 通通在這邊 同位在這邊 同位在這邊 說實在 這是屬於 比較高階一點的 這不是基礎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 有一點基礎的時候 你來上 上課的時候 你來聽得懂 不然你會聽不懂的 上課的時候 你需要一點基礎的 這些基礎 就是大家都有學過的 所謂的技術分析 那你學過之後 因為你所知道的 不過細 因為你所知道的 很多是漏掉的 你只知道 有什麼講的 一個樣子啊 或者是一個形態 可是真正裡面細部的 你並不了解 這個細部的 我剛才講過了 一個形態 或者一個排列出來 需要超過一個小時 才講得完 那是不是可以衍生很多問題 這才是你真正要知道的 這衍生出來的 是靠什麼來的 是靠經驗來的 你沒有很長的經驗 待在市場裡面 你是沒辦法去發掘那些 我們講的 那些變形 那些你真正想要知道的 人家主力 人家大戶 去布什麼局 你要知道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下一步會怎麼走 這種情形就像什麼 像下象棋一樣嘛 你像下象棋的時候 你要將來人的軍 你可以動不動就將軍嗎 人家是不會倒棄的喔 如果將軍 一定要先布局嘛 那我們就會從他的布局當中 去了解 他下一步 他會怎麼走 他要動哪一個 哪個會先動 哪個先不會動 你像今天這種走勢 開高 拉高 往下殺 我們再看一下 像今天這種走勢 開高 拉高 再往下殺 我在找盤的時候 還沒開盤前 我的盤前叮鈴 我就已經先講了 直接先講了 就告訴你 今天會這樣子走 為什麼我可以知道 這就是功夫嘛 這就是真正的功夫嘛 你知道了之後 有功夫 你知道這所謂的功夫 這福文老師的操盤秘籍 有功夫呢 你要練功夫 沒功夫呢 你要學功夫 還不用開盤 還沒開盤 我就可以知道 他會怎麼走 他要怎麼走 因為我們前一天 前一天已經可以知道 人家去布什麼局了嘛 既然人家布的局 是布什麼局 那人家怎麼將軍 就很清楚了嘛 那今天就叫將軍 今天就出現所謂的將軍 那你看到了 你去追高 通通要套牢 人家目的已經達到了 昨天已經達到了 又法人做進場 那法人也買超過一百億 好 這個目的竟然達到了 那他就不會客氣了 所以今天也是看到這種走勢 他就不會客氣了 就不需要客氣了 因此看到 K線圖 我把它放大 K線圖 碰到壓力 就是不過 就是不過 後面的超凡手是高手 你要知道 人家是高手 碰到壓力 剛好就點到 就是不讓人做突破 就是不讓人做解套 那量一有出來 因為法人要買 國際股是大漲 棉股漲了三百多點 他敢不買嗎 當然要買 那當然要買 就拉高 殺給你買 所以你要知道 這是所謂的布局 人家布什麼局 你通通在我們的掌握當中 那個時候 你就很好操作了 所以我要講的 同志朋友 功夫 課程表這麼多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剛才講的 你要敢踏出那第一步 你要願意踩出那第一步 那一步一步來 自然就可以學到會了 不用擔心 這一套書 這一套理論 這一套功夫 你學到了以後 當你哪天 像我一樣的時候 你試想一下 那種感覺是怎麼樣 任何的凡事 都騙不了你 任何的凡事出現 你都可以知道 它下一步會怎麼樣 那是非常好操作 進場 你就數操標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才真正你所要的 你要學的 這才真正你要加強的 我們的未來 跟努力的方向 謝謝收看今天節目 終於操作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緊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亞洲投資人 都不確定 對 有些公司的家庭 開支 都不確定 對 這才是公司的家庭 最有限的 是個選擇 那些公司的家庭 帶到大陸的家庭 让您洋洋得意喜洋洋 亚洲头部值得您托付 02-2578-3777 02-2578-3777 有吧 烫欧北大哦 正光金丝高 不寒带飞你 不伤肝 正光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迎接飞月子祥年 亚洲头部祝您三洋太太 洋美吐气 亚洲纵温情 财富成语二 惠奇成语二 惠贝成语零点二 让您洋洋得意喜洋洋 亚洲头部值得您托付 02-2578-3777 02-2578-3777 忘不了爱的气味 爱之味 欧宝你生气 我美鳌啊 穿困来体验 爱之味 欧宝你生气 迎接飞月子祥年 亚洲头部祝您三洋太太 洋美吐气